各位朋友, 歡迎來到這節的萬迷早晨節目 這一節就是拍大巴角度 平常來說, 拍大巴角度是一圓牆, 我就馬上錄的 今天就遲了一小時才錄 因為大家知道, 之前做了一個直播 大家都聽到, 我就和一群巴友 在香港某一個地方就在看播, 看完播之後 就馬上要趕回家錄這一節的節目, 為什麼呢 因為和巴友一起看播, 我就沒有, 好像平時一樣, 拿筆和紙 就錄下錄紙的 我以前也試過, 和已經看播, 都用手機錄下錄紙的, 但實在 幾位巴友一起看的話, 實在太激動了, 大家都知道長播發生什麼事, 所以 我錄紙錄紙錄了7分鐘後就沒有錄紙錄紙 一來我本身又不是很舒服, 二來呢 我就馬上說回來 希望自己還有記憶這場球, 有什麼想和大家分享 其他的巴友呢 大部份他們都會留在 在場那裏, 繼續看現在11點的幾場比賽 我猜他們應該看萬城那場, 或者看愛華頓那場 好了 說回這場球, 出場陣容來說, 也做了很多輪胆 龍門就是奧拉娜, 後方就是 前里之特城的拍檔, 就是艾雲斯, 拍著魯麥 左右二閘終於出了一些集位球員, 左閘 就是 本身打右閘的達羅茲, 畢竟都是集位球員 右邊就是出了文比撒卡, 而我們幾位巴友都一致認同 這場球, 文比撒卡都起了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中場三個就包括Buno, McTominay, 和Alexson 前面三個就是 賀龍 左邊就是加拿走, 右邊就是Anthony 說真的 這個中設場的六個球員, 我自己是很大期望的 因為 坦克已經放棄了一場buildup 如果打transition 就是轉手為攻 轉攻為守 轉球 這六個球員, 我對他有些期望 為什麼呢 加拿走有些速度 賀龍在前面可以保持球, 亦可以打到背身 Anthony雖然速度很一般, 但是 理論上他就可以幫忙串聯的工作 中場三個不用我多說, 除了防守力比較弱一點, 但富咸的攻力也有限的情況之下 我們理論上有兩個砲台的, 一個是Buno, 一個是Alexson, 加上麥湯 衝前 和賀龍兩個互相 去走些領域, 其實 我自己對這個進攻的綜合有些期望的 亦都 我想 這場球一開球, 七分鐘左右, 如果沒有記錯 麥湯已經把球送到網窩裏面 老實說, 這球球 如果是進了的話, 我也相信這場球可以打破我們 只是贏一球的宿命 但是很可惜, 經過很長的VAR看片之後 結果 這球球就先說 就是一個佛球 Buno就一斬斬去遠處 而加拿祖 就傳中 去到底線附近傳中 麥湯就走個好位, 一射入網 這三個球員沒有餘位, 沒有犯規, 沒有其他人 但是看VAR的時候 他就說, 由於麥佳雅 都是 偏向遠處, 但沒有阿加拿祖那麼遠 其實他完全不能碰球 但是就說他在一個月位的位置 而他 這次不是阻龍門, 之前他試過一次阻龍門視線 這次 就說阻到 帕蓮娜 去防守 所以他就有參與進攻 由於他在月位位置, 所以因為月位 這球入球就不再計算了 再說回麥佳雅 麥佳雅他一分鐘的時候, 跟對手的碰撞是稍稍的 但是他堅持踢到最後, 最後踢了90分鐘 這一點 我覺得是值得一讚的 因為始終 他落場是一個很有心的球員 但是因為他的穴位 所以我們一個比較早時間的 入球就不算數了 順帶一提 我很久沒有聽過NOW的龐述 但由於幾位巴友都想聽 我們香港的龐述, 所以我就聽到 NOW的龐述員就說 其實萬成對著富含的時候, 曾經有一個很類似的情況 當時 就是判萬成入球的 所以我們不知道為什麼要幫這個萬成還債 所以就沒有判入球的 結果都是0比0繼續下去 這場球一直發展下去 其實就跟我們 近期看到的萬聯 非常相似的 例如 中場傳球就經常傳失 老實 我們的迫搶方面 其實也算是做得OK的 因為始終對手富咸 他們在後場猜球不是那麼穩 我們很多時候拿到球權 但是 亦都是往往今年經常發生的事 一拿到球權 自己滾水六腳也好 或者自己做得不好 很多時候要是球快人慢 要是人快球慢 經常我們在中前場的傳送 非常之差 這也是今年一路 為何我們入球那麼少 前場球員不能入球的一個重要元素 基本上搞不到球 經常斷籃 這場球比較好一點 後場 我猜都很清楚知道我們有類似的情況 所以 亦都運用後場 主要來說 猜兩腳就盡量大腳 即是長傳 就不要搞短傳 因為知道後場短傳 只會是 低 多過你 所以 這場球一直發展下去 跟我們之前看到的球非常相似 而我們現場一起看的幾位巴逸 都開始擔心 亦都是 去到半場的時間 其實對方又沒有什麼威脅 我們又沒有什麼威脅 好像 整個上半場的一球球 射門中籠 就是我們 班奴有一球遠射 那球遠射也射得不錯 好像是罰球 射到守門員的左下角 但可惜始終距離比較遠 所以富咸的龍門Nano 都看到 撲出出界 所以來說 去到下半場 通常來說 我們就會有些好一點的表現 但這場球就做不到 反而 主場的富咸 在下半場的五十幾至六十分鐘 那段時間 就有很多的攻勢 亦都令到我們疲於不明 很多好幾球的角球 就差點搞定我們 要不是我們 都叫做後防 包括Onana都頂著的話 其實這場球就輸得了 一直頂下去 頂著頂著 對手也開始有點累 士氣也沒有那麼強 我們就叫做 搶回球權 你說是否拿到一些攻勢 或者入獄的射門 就不能說 但是 結果 整場球發展到尾段 對手也拿了幾個王牌 再加上我們最後 七十幾分鐘的時候 換入Marsier 還有換入孟子 我覺得打回生一點 亦都開始製造一些 拿回一些優勢 結果去到臨完場前 其實90分鐘打後 保時階段 被Buno 射了這球球 老實說 這是對手的失誤 我們右路 帕尼茨後被換入了 然後 在右路有一次的進攻 跟對手糾纏了很久 這球球就似神相識 就是 富咸的首位解圍 解來解都解不了 又或者彈一下彈一下 就彈了給Buno 結果Buno就聰明地 吸過了兩個首位之後 一射 Leno都碰到那個球 但是就撲了那個球入網 幾經辛苦之下 是一個似神相識 不過通常就是我們 解圍不到的情況之下 就被Buno搞定這一球 說真的這場球 Buno來說 跟以往一樣 經常交失球 也 在進攻方面 他是其中一個 很難 搞來搞去搞不定 完全 以為他做過炮台 也做不到的一個球員 所以 這場球 也是 可以這樣說 我們近來 對著弱隊 幸好不用輸 比我們緊緊贏一球贏到 也延續了 KC經常說 我們今季贏球 都是贏一球 頂籠 就是這麼多 到了最後 想說說 我跟軒仔 結束了一場就走 我跟軒仔走 走回地鐵站的時候 軒仔說了一件事 也很重的 其實今年 嚴格來說 你說 坦克是不是差得很緊要呢 又不算是 為什麼呢 他要贏的球 基本上 雖然打得難看 但又被他贏到 好像這一場 唯一當然 最大問題就是 水晶宮那場 一場應該叫做贏的球 他就真的贏不了 輸了 而且延續 今季我們基本上 不是贏就是輸 沒有黃球的狀態 所以 阿軒仔說 說真的 如果今晚 幸運一點 戰果是合我們心意一點 我們可能 好像大家看到 我們可能可以排在聯賽榜 的第六位 其實是因為我們幸運沒有什麼 一不就贏一不就輸 贏六場 就輸五場 但是得失球負四 其實說真的 多噁心 不過你不要理 我們現在暫時站在第六位 如果愛華頓聰穆的 搜到那個 分數的話 韋之涵 11人都只有17分 就算他現在贏的球 只要在之後那一場 阿仙奴和 阿仙奴贏了紐卡蘇的話 當然 還要看 水晶宮那邊 贏了也不行 所以 只要阿仙奴贏了紐卡蘇的話 其實我們真的站在第六位 比賽日後 是不是很頑皮呢 純粹說排名來說也不是很頑皮 打出來的球是怎樣 大家知道 所以 正如我之前所說 我們現在要跟球隊一起喊 看看喊到什麼時候 喊回雙兵 好之後 其實我們才叫做 可以慢慢再組織 現在來說 都是打長傳急功 都是要禮審的 去那個狀態 基本上 OK 這次就到 多謝各位新西太太 拜拜